流氢性感是一年四季 常常都會發生的病症 一名八月的小孩 雖然已經有主公費流氢疫苗 但是過沒有幾個月 也就是在場比例流氢 而且又減重到要帶 加護病房進一波治療 意思表示公費疫苗的空替 有可能跟當季的流氢 變得不一樣 因此是建議民眾 可以選擇主費的流氢疫苗 流氢是常常會發生在我們身處頂的病症 因為競爭通常一禮拜就能夠好起來 現在八歲的小孩 只開始只有最基本的感冒症 發生三天後發現到微型流氢 疑似隨著用客流氢治療 不過競爭沒有因素消退 電動越來越嚴重 大致命更好白飯 所以若是發現有嚴重的競爭 並且千萬不能收穫 有病發一些危險症狀 包含就是呼吸喘 呼吸急促 胸悶 或者是咳嗽 有痰 有濃痰 有血痰 或者是病人意識狀態有變化 合併低血壓 或者是持續高燒 超過72小時的話 這一些危險症狀 可能就需要盡速就醫 來判斷病人是不是有一些 病發重症 其他的危險的一些病情 其實這位八歲的小孩 在感冒症前 就已經有這麼多的疑風蝦了 不過因為疑似感染的微型流氢 跟同時這麼多的疑風蝦 病毒株並沒有負核 身體沒有充足控體才來感染 台灣過往幾年的這個流感疫情 常常都是A流行完接著B流行 或者是同時期兩個型別的流感病毒都有在流行 所以其實對於A或B 大家都還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當然流感疫苗裡面其實本身就涵蓋A的型別跟B的型別 當然疫苗的保護其實很常決定在當年度流行的病毒株 跟疫苗病毒株是不是有吻合的狀況 生活習慣保持一定的親戚到衛生 身體自然有的困難 因此也表示民眾可以在流感流行期進行 這次公費和這次自費的疑風車來減救到來再次 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3月其實是流感的高峰期 所以一般民眾其實可以在流感疫苗施打 尤其是9月10月開始施打的時候 就可以盡快去接種流感疫苗 那這樣可以盡早得到有足夠的抗體保護 流行期間實力民眾在到流感的紀錄館 不過大家可以可能主心的狀況 選到這次公費和這次自費的疑風車來提醒身體疑風車 記者代理 全部都